大家好,欢迎来到修仙奇缘 非常高兴在这样吉祥而美好的一天 分享刘金生道长解义的修行者的道德经 第十六章 原文 至虚极,守静度 万物并作,无以官复 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 归根约静,静约复明 复明约长,知长约明 不知长,望作凶,知长约 容乃功,功乃权,权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眉身不黛 一文 达到最虚空的状态之时 状态和意识 虔诚的,忠实的 专一地守着静级的状态 万物都在运化着 为这个状态 观察着万物的反复运化 各种各样的云云重物 都运化着并归附其根源 万物的根源是静的 静的才可以反归于万物的本性 知道了万物的本性 就知道了这个本性的必然规律 知道了本性的必然规律 就可以明了它的应用条件 不知道万物本性的必然规律 随意忘作 其结果是凶险的 知道万物本性的必然规律 就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自然就会宽容 这种宽容乃是顺应着自然规律的 所以是公平的 既然是公平的 就是没有缺陷的 既然是没有缺陷的 那就是大自然的运化规律 大自然的运化规律 就是道的体现 道的体现是长久的 就永远不会产生灾难 分段一文即解析 这里指着在禅修状态中 感悟万物在天道自然中的现象反应 物己而必反 虚己而食生 当修道者达到虚集时 就会与万物有的本质发生共振 在最细微的信息中 又包含着无所不有的信息 所有的信息是包容交合在一起的 既具有其信息的独立性 特殊性 又有其与所有事物信息交融的普遍性 与宙中所有的信息交融在一起 无所不有 在这虚集的状态中 就可以观察或感知事物的反复运化现象 这是超越于时间与空间的 未多为空间 无时空度量性 比如在这个里面所观察到 或感知到的事物发生现象 可能一年后才会在时间表现出来 也有可能是以前就发生过的事物 也有可能在现实空间中永远不会发生 因为那事情 本来就应该是在其他空间发生的 所有事物都有其运行规律 它们是不会脱离规律而独立存在的 所以从规律的角度来讲 一个事物的出现 也就可以推测到它的发展变化乃至死亡 并不用费心力全程跟踪观察事物 掌握规律乃是根本 这就是要知道事物的常态轨迹 那么 如果要知道事物的常态轨迹 则要知虚集 守静度 也就是在最虚空的状态之时 状态和意识虔诚的 忠实的 专一地守着静集的状态 渐渐地 就会感悟到各种各样的云云重物的运化及本源 也就了解了它的规律 归根曰静 静曰复明 复明曰长 职场曰明 解析 天下万物生于有 而有生于无 因为阳之根 静为动之母 万物的阳动 要归于阴静之根 阴静之中蕴含着天下所有的有 知道了阴静的本源 就知道了天下万物所有有的条件因素 也就知道了所有有的发展变化 比如 在东北的土地上 夏天埋下种子 与冬天埋下种子 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懂庄稼的人马上就知道了结果 夏天的种子会生长发芽 冬天的则冻死了 不知常 望作凶 知常容 容乃功 功乃权 权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眉身不黛 黛 灾难 解析 如果不知道规律而望作 那么就会发生凶险 一个人一年不吃饭 滴水不沾 不可能不被饿死 如果明白了事物的自然规律 就会很宽容 因为这是不能强行改变的 所以会自然地宽容地对待事物 也会很公平地 客观地 全面地看待事物 因为这本来就是天道规律 结果是必然的 人力是不可以改变的 只有这样顺应着天道做事 才会长久 才会避开灾难 运用法门 本章讲述修道人的禅境状态 即在禅境中和于虚空状态时 认知自然规律运化的法门 这样了解了万物的运化规律 顺应规律做事情 才会长久 会避开风险 没有灾难 感谢关注修仙奇缘 请继续观看修行者的 《道德经》第十七章的内容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打开小铃铛 祝福所有的朋友 六十吉祥